還我們土地 反對再續租 新一鄉東埔部落族人在公墓前高喊 還我土地 反對再續租標語 訴求東埔10公墓周邊地號1022 近8分土地 先前由非原住民承租 當中也直接轉讓他人租用 種植茶葉到現在 有族人認為已違反元寶地承租要件 認為公所因立即收回土地 還給部落自主規劃利用 眼看約兩份地的公墓用地 面積越來越小 族人顧慮的是祖先未來說服有安詳之地 世世代代的子孫們 要如何面對土地的變革 部落族人期盼土地正義能夠落實 我們希望能夠依法回到部落的主權 讓部落能夠合法正義地擁有 我們自己祖先的土地 所以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次的抗爭 這次的抗議能夠讓原住民的基本法 能夠盡快地實現 執法地實現 公所指出城租地確實有侵佔東浦公墓用地約250坪左右 公所也要求城租人盡快歸還給公墓使用 對部落提出對一陵公墓土地及周邊土地的未來規劃 只要計畫書送交公所將會提報到圓民會 針對部落需求決定不續足關鍵 剛剛部落有建議說希望這個土地由部落來規劃 由部落來使用 那我們公所會就是按照這個案件受理進來的 那部落所提出來的計畫 我們也會按照規定受理 然後承報給圓民會去採事 所以一期就按照規定來 針對族人的反應 城租人表示城租地已使用60年了 家族都是靠著仲查為生 希望族人能共同協商土地的問題 但堅決表態會持續續續租 公所提到只要部落族人提出 承租地有轉租的市政 公所將會送交到圖審會 若確定違反原住民保留地租任契約第八條 將會立即收回不續租 原市新聞一晚達到南投心意採訪報導 公司出席人的建築 局面前本地的建築 從東北大廣堡